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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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如果有同学不会去扣虑部的话 前面课程里面都有讲的 就挨着前几节去看一下 如果去做虑部素材里面有讲 这时候我把小姐稍微给她放大一点点 然后点击下面这个叫色度抠图的功能 点击色度抠图 然后点击这个 色度抠图点好之后 她会有一个圈圈 把这比较一下大家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圈圈 我们把这个圈圈放到绿 就绿色的位置 记住 来中间有一个小方块 我们把小方块放到绿色的位置 整个圈圈变绿 然后点击下面的强度 我们把强度给它拿到100 好 阴影选中之后 阴影又给它拿到100 这时候是不是整个绿部都不见了 打一个对勾 好 那么紧接着这还有一个黑边怎么办 因为我们去 教你们做绿部的时候会截图 截图它就会存在一个黑边 所以说我们点击蒙板 点击这个圆形蒙板 我们把这个圆形给它调整一下 大小 我们把这个小姐姐头调出来 上面这个箭头往上拉一点点 让这个圆形正圆变成椭圆 对不对 好 这里可以了 这里给它往前推一推 好 放到这个位置 放到小姐姐肩上的位置 再给它中间缩短一下 挪下来一点点 好 这时候下面是不是有两个箭头 这个羽化键稍微往下挪一点点 不要挪太多 挪一点点 让它出现一个 就是好像是 融 就这时候融图就会融得很好 就不至于像一张 好像 好像一张 贴子一样贴进去 这时候我们打一个对钩 记住 这两个箭头一定要拉一拉 是羽化键 打一个对钩 好 拉到这里来之后 同学们看到没有 是不是小姐姐融图融好了 第二步 我选中一下这个绿部素材 我要把它和素材对齐 我们选中它之后 有一个白边 把白边给它挪到后面 挪到后面去对齐 是不是整个素材已经对齐了 好 接下来我要选中这张照片 让照片动起来 我选中这张照片之后 打关键针了 这个小加号就叫关键针 我们点击一个小加号 在开头的位置打一个关键针 好 到第二个对齐黄色点点 再打一个关键针 好 接下来到第三个点点的时候 我们再打一个关键针 第三个关键针 这里是第四个关键针 好 第五个也就在照片末尾的地方 同学们 再打一个关键针 看没有 这时候几个关键针 已经打好了五个 对不对 然后打好五个之后 我要让小姐姐变五 就变三层 所以说我们要复制三层 选中小姐姐尾巴 这里工具栏下面尾巴 有一个叫复制功能 我们点击下复制 好不好 复制完之后 摁住它往下拖 拖到前面去对齐 到前面对齐 对 再次来选中它 然后复制 复制 复制 然后按住 拖下来对齐 对同学们 如果你们在这过程中 有什么疑问的 有什么不懂的 一定要去看一下前面的基础 好不好 因为前面有一些东西 如果反复讲简的话 那就没有意思 一定要把前面基础看好 那么 这时候小姐姐三层了 对不对 我选中这个小姐姐 好不好 第一个针 我们不要动 就是第一个针 这里啊 看每一个小三角形 不要动 我们滑动到第二个针的位置 我给小姐姐做一下调试 看好了 我把小姐姐放到哪里 这时候 我把小姐姐放到这里来 这里来 好 第二层小姐姐 我选中它之后 我给它放到哪里 放到下面这一层 是不是啊 这个位置我觉得 离得太近了一点 我再选回上面这层 我给它拉圆一点点 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紧接着 滑到第二层关键针了 第二层关键针 我把小姐姐干嘛 白色时间中 一定要放在这个 红色三角线这个位置 三角形这个位置 我把小姐姐给它 往这边挪 你想它在哪里 就放在哪里 下面这个也是啊 我想它在这里 我又给它放到这里来 好吧 然后紧接着 先看一下效果吧 先看一下效果来看一下 对不对 然后这里第四个关键针 同学们 我们都不要动 到第五个关键针 就尾巴这个关键针 我们首先选中下面 就第一层的时候 选中下面的混合模式 然后我们把不透明度 给它调到0 好 打一个对勾 不透明度调到0 就是让它消失不见 下面这层小姐姐也是 选中它 点击混合模式 然后我们把不透明度 给它调到0 打一个对勾 好 第三层我们选中 选中之后 我们就是要把它 进行一个扩大 看没有 我的手指是不是在扩大它 扩大这么大差不多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效果 好 那这时候看起来 还是有点单调的 所以说 再给它添加文字 点击这里的返回键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 叫文字 我们点击文字 然后点击这里的 识别歌词 点击开始识别 然后你不用打字 它自动会为你 添加出歌词来 看到没有 歌词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歌词 中间有一段没有 所以说我选中一下 这个歌词 把它拉一下 给它拉满 尽量它拉满 然后后面这个等 你往前面拉一拉 然后往后面拉一拉 就是我需要哪个地方 出现歌词 我就一定要拉满到哪里 看到没有 拉满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字是横子的 我要把横子的字 变成竖子的 选中这个文本 点击样式 点击这里有一个叫 我们先给它点一个叫排列 然后这后面有三排排列 我们点竖排排列 点这个 看没有 这个竖排排列 点中之后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叫 对 竖着了 文字竖着了 然后后面我们要给它 修改一下字体 我觉得毛笔字体比较好看 所以说我给它选一个毛笔字体 你们可以根据你们的喜好 我选择毛笔字体 对不对 毛笔字体选好之后 这个字太小 这里 那天没看没有 这里有一个小方块 我们把这个小方块 给它拉大一下 那天没看没有 小方块是拉大拉 拉大之后 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 OK 这时候打 这时候你会发现 后面每一个文字 它都变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打一个对勾 所以每一个文字 都变成这样了 但是这个文字 没有加动画 所以说点击样式 我们点击动画 首先在第一个歌词 我们给它点一个叫弹跳 爱心弹跳 把动画时长 下面我手指拉动 这个是动画时长 给它拉满 打一个对勾 好不好 这个动画 它无法评量添加 那么后面这个同样的 我们需要再次选进它之后 点击样式 再点击动画 这个我为了让它变得有点 就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说我给它添加一个叫 放大的效果 选中这个放大 动画时长 我们给它拉满 打一个对勾 看到没有 这时候下面也是 同样的选中它 最后这个 我点击样式 点击个动画 然后给它点一个爱心弹跳 动画时长 然后拉满 好看一下 看一下大家学会没有啊 我们看一下 都学会了吧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多去看一下教程 好不好 从前面基础到后面 进阶版都有的 其实这些都是用同样的功能做出来的 你们只要把功能掌握了 其实很多视频你们都可以去创新的 好不好 感谢同学们的收看 再见 同学们